突然之间拥有阴阳眼怎么办 自从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脏东西后 剑子决定去买些佛珠佩戴 正好今天休假 小花约了剑子一同出门 公交车上剑子刚落座 打亮了一下环境 司机背后做了个短发学生 剑子身后也是一些年轻人 没有奇奇怪怪的存在 他松了一口气 小花约两点见面 剑子刚要回消息 发现司机后座的人突然换了一个位置 他没多想 低头继续回小花的消息 随后他发现眼前的光被挡住 剑子惊恐的抬头 刚才还在前车厢的短发女生 无声无息挪到了他面前 尖锐的女生不断重复一句话 难以置信吧 你怎么看 真好笑 剑子看了一圈 后座似乎没有一个人听见 所以说他前方坐着的并不是人类 剑子失算了 没想到脏东西还会伪装 在他准备装作没看见的时候 前面坐着的人突然脑袋扭曲 瞬间分裂成好几个皮刹的头 围住剑子开始上下打量 剑子冷汗都下来了 偏偏还遇上红灯只有一站了 就在剑子准备按下车铃的时候 鬼手挡在了车按铃下面 剑子僵硬了一下 随后再按下按铃 司机停车 女鬼下了车在窗户外看他 剑子原地不动 车辆继续行事 鬼 嗯 你不讲武德 剑子松了口气 这是旁边传来一句 不可能吧 真好笑 剑子惊恐回头 打电话的女生一看他都快哭了 当即不好意思的挂断了电话 下车后 剑子找了个奶茶店等待小花 没想到店内走进来一个 正在打电话的男人 他身后却跟着一个湿漉漉的女鬼 随上却不断对着电话那头说着 我爱你 剑子没忍住都看了几眼 男人察觉到他的视线 挂断电话 露出自信的笑容 以为剑子刚才是在看他 跟在男鬼身边的女鬼震怒 当即朝剑子走了过去 剑子大惊 抄袭手机开始搜索 随后找到了一个视频夸赞 好帅啊 女鬼还在喊 不会将男人让给他 结果一伸出头去看剑子手机 猛男摔跤 此刻 胜者蟒蛇熊穴使用绞杀 女鬼看一眼猛男 再看看自己的花美男 剑子继续道 啊 血熊太棒了 美肌功真不错 女鬼顿时熄火了 茶皮系统完全不在一个位置 剑子松了一口气 正好小花这个时候来了 男人主动上前搭话 剑子直接无视了他 小花说自己也要买奶茶 剑子便留下等了一会儿 这时 男人约会对象也赶了过来 剑子皱眉 好家伙 这也不是个善茶呀 身后全是男性恶灵 真是渣男剑女走一块去了 之后 剑子和小花进入商店 他一口气买了四串佛珠 小花则买了一个兔兔背包 他有些好奇 这佛珠真的是最近流行款 剑子点头 于是小花犹豫了一下 似乎是在思考 自己要不要也买一些 剑子想起他被鬼缠上的事情 于是 分了自己的两串给他 小花十分高兴 决定给剑子买零食做馈赠 但是要去哪家店 必须穿过一条小巷 剑子探头一看 操 这小巷比早高峰一号线还热闹 他本想拉住剑子 没想到手伸进去 那些恶灵就纷纷避让 剑子大戏 佛珠做笑了呀 他跟着小花一路进去 小花走在最前面无时发生 然而剑子却撞上了一个巨大的鬼魂 他刚想着 有佛珠就能躲过去 没想到恶灵刚开口说话 佛珠直接爆炸了 能够把佛珠镇断的恶灵 就在他眼前 他要是绕路 对方就知道他看得见了 这时 小花发现他没动了 转身就想拉剑子 剑子不想让好友设计危险 咬着牙 穿过鬼魂的身体 小花发现他刚买的佛珠断裂了 愤愤不平 觉得买到劣质品了 准备带着剑子去找人退货 剑子赶紧拉住他 偏偏这个时候 小花发现自己的兔兔被包掉了 剑子赶紧拦住他自己去捡 结果脑袋就伸进了鬼魂的身体 小花见他捡起背包 面色苍白眼含热泪 觉得剑子就是被劣质品气到了 当即就要冲过去找人算账 剑子拼命拉住了小花 最后俩人还是去买了大福 小花准备将佛珠还给剑子 剑子却拒绝了 已经送出去的东西 不可能再收回来 小花吃完大福 决定再陪剑子 去买一串好点的佛珠 与此同时 商店街上 隔壁班的尤利亚盯上了一个神婆 他犹豫了一下 决定下次再去搭话 而此时 神婆打发走了一名冤大头 剑子和小花便找上门来了 剑子一带上 佛珠瞬间炸开 神婆有几分本事在身上的 佛珠炸开后 就发现剑子身后有脏东西了 剑子也很头疼 因为小巷中的鬼跟在他身后了 他看得是超级清楚 神婆问他最近看见奇怪的东西没 剑子一律回答没有 神婆就知道他看得见 但故意假装没看见 于是对剑子也有些佩服 同时神婆也发现了 剑子身边的小花生命力十足 这种体质特别容易招来脏东西 不过神婆作为这片地区 第一去摸教母 虽然不会看着剑子被恶灵缠身 他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贝 将这闪闪发光的佛珠送给了剑子 说这里面凝聚了他全盛时期的力量 多亏女主 他这个第一教母准备复工了 结果那恶灵子喊叫一声 好痒啊 下一秒 佛珠瞬间炸开 教母脸都被打歪了 看样子复工之路任重道远 剑子都放弃找佛珠了 不过这时他才发现 身后跟着的恶鬼也消失了 而教母惊死一战 金盆洗手柜的老家 这天 剑子做了个噩梦 气喘吁吁的睁开眼 他抵工界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和啥不要呢 这是做了春天的梦 剑子抡起枕头 弟弟拔腿就跑 下午放学 剑子和小花去了便利店购物 正好 固定牌子出了一个期间限定 剑子捞了一个 小花见状也拿了一个 这时他想起自己还有想吃的东西没买到 于是让剑子先去结账 剑子到了收银台前 就发现那边站了两个收银员 他自然是被恶灵的内阁给吸引了 意识到这一点后 剑子不动声色 目光移向了后面的关东主招牌 面不改色的点了一串雪鱼 路上将这串雪鱼投喂给了小花 回去后 母亲主妇俩人早点休息 这时 电视台上正在放灵异节目 剑子看了一眼 说是网上流传的灵异照片 在帐篷中出现了一张鬼脸之类的 弟弟觉得这太假了 这时 电视进入广告 剑子一看广告 当即表示自己要出去买饮料 弟弟觉得有些突然 不过也没多想 到了自动贩卖机面前 剑子犹豫了一下 硬币没拿稳 掉在地上 他玩下要去捡 没想到视线和下方一只小鬼对上 对方惊恐地站起来逃跑了 剑子听说过这种鬼 网上有名的小小老头 大概是最近的大鬼魂看多了 对这种小小的鬼魂 他甚至觉得有几分可爱 剑子假意硬币丢失 一路追到了小巷子里 才知道什么叫好奇心害死猫 小小老头变成大大怪 面对身躯庞大的恶灵注视 这个地东 剑子僵硬在原地 他手抖着去拿硬币的时候 那大大怪一个口气喷射 简直要了剑子的命了 他怕自己转身跑 对方会立刻追上来 可这样下去 他也要憋不住了 这时一只乌鸦飞过 叼走了硬币 剑子回过神立刻追了上去 最后他两手空空回到家 弟弟纳闷 没卖到东西吗 剑子说钱被乌鸦拿走了 不过没关系 那是救命N鸟 弟弟陷入了困惑中 第二天 剑子放学后和小花分别 他总感觉有视线在观察自己 回头却什么都没看见 没错 跟踪剑子的 正是他的弟弟公剑 这件事还得从今早说起 公剑发现姐姐最近不对劲 说话时总是唉声叹气 而且做梦还喊不要 旁边的小女孩说 他可能是交男朋友了 公剑打惊 男朋友 难不成 昨晚的乌鸦指的是男友 弟弟越想越气 开始暗中跟踪姐姐 一想到姐姐可能被别的混账男人给拐走 他就咬牙切齿 表示要保护好姐姐 剑子在翻看灵异事件的书 他误以为剑子看得舒适 取悦对象的一百种办法 打开一看 稳痕是确认爱意的最好手段 那一刻弟弟好像长大了 当晚剑子回到家洗澡 道不 这是可以免费看的吗 此时 公剑正在门外鬼鬼随随 剑子却在思考 今天去的那个书店 当时被书柜里的鬼吓了一跳 差点没蹦住 剑子想 要是这些鬼趁着他放松警惕的时候出现 他恐怕会被吓得直接露馅 这个时候 剑子发现女鬼出现在浴缸中 剑子当即坐了起来 才发现那居然是梦境 还没等他高兴 就发现还有一只鬼蹲在浴室角落 剑子觉得自己快绷不住了 起身想离开浴室 谁知对方居然也站起了身准备扭透 剑子睁大眼睛 感觉已经到极限了 正好这个时候 弟弟推门而入 借口一起洗澡 其实想确定姐姐身上有没有吻痕 这会儿 剑子准备离开浴缸了 弟弟不好意思的撇开头 赶紧说算了算了 剑子立刻叫他过来 意思搓个背 这剧情好熟悉 那啥雨后小姑 总之靠着弟弟 剑子躲过了一届 第二天早上起床 剑子拉开窗帘 下方垃圾桶的鬼还在 他知道自己今天 还是能看见奇怪的东西 剑子准备转换一下心情 将冰箱内的布丁给吃掉 结果刚到楼下 就看见一家人坐在餐桌前 但是父亲身后 却有一个巨大的恶鬼 母亲问剑子 冰箱内的布丁是他的吗 剑子点头 弟弟让他记得标记好名字 不然被吃掉了 可别怪别人哦 父亲无奈 说那都是去年的事情了 这时 恶鬼舔了一下剑子的早餐 他哪里还敢下口 只好说自己没有胃口 准备出门了 在公解离开后 恶鬼跟在父母身后 看他离开 剑子在出门前停顿了一下 他走进厨房 将冰箱内的布丁拿了出来 放到了父亲的神龛前 原来父亲已经去世了 现在眼前的 其实是他的灵魂 父亲告诉剑子 去年他一不小心吃掉了布丁 一直想和剑子道歉 只可惜 没能说出来 可恶 不要骗我眼泪啊 至于照片那件事 其实照片上真的有恶力 但不在帐篷里 就在照片旁边 至于广告 那位明星浑身上下 都被手给抓得死死的 也难怪剑子看不下去 想出去玩饮料 那么本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肝队一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